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去洗澡 趕快吃飯 趕快做功課 趕快去睡覺 然後不管怎麼講都沒有用的時候 每天晚上我都非常的抓狂 而且我發現好像我不管怎麼樣的努力這樣的情況 都不能有所改變的時候 有一天我非常的心情低落 我一邊在寫日記 寫著寫著我發現了兩個事實 第一個是我發現其實我很自私 因為我希望他們可以趕快做完所有的事情 然後我才可以趕快回個簡訊 來看一下我的Facebook 最好再來敷個臉 然後也可以快點睡覺 我也發現了第二個事實 那就是其實我很驕傲 因為我覺得我說的話都對 我的計畫一定最好 就在寫日記的時候 我的LINE裡面傳來了一封簡訊 我打開一看其實它不能算簡訊 它算是一封求救的信 她是我一個非常好的姐妹 她掌管亞洲一千多位的員工 她可以帶領著她的員工 在景氣最不好的時候還能逆勢成長 但是她不知道怎麼樣要面對她的母親 她說請大家趕快為我禱告 因為明天周末我要回去見我的媽媽 我要求神賜給我愛心跟耐心 可以隨時迎接她迎面而來的批評跟論斷 我想說欸 請問這個是要上戰場嗎 還是要去見敵人呢 我左手看著日記 右手看著我的簡訊 我有個很大的感觸 為什麼我們跟最親近的人 通常卻是有最緊張的關係 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因為說話的力量 正面的話語可以為你 就像天使帶來祝福一樣 可是負面的話語 絕對就像一刀的兩刃 立刻切斷你跟人之間的關係 一刀兩刃裡面最厲害的有兩把 第一把就是抹煞別人的感受 第二把就是自以為是的批評 我有個很好的高中同學 他全家人我都很熟悉 我們不久前大家一起吃飯 他很傷心語重心長的跟全家人分享 他有一個青春期的兒子 最近常常跟他頂嘴 動不動就會起衝突 我能夠感受到的他傷心無助跟難過 但是他的爸爸立刻就說了 我早就告訴過你兒子不能這樣疼 你現在知道了吧 他的姊姊坐在旁邊 馬上帶著笑臉也補了一槍 你看跟你小時候一個樣吧 不是不報馬上就報就跟你一樣 我坐在那個桌子上 我的朋友不需要跟我說任何的話 連我心裡都告訴我自己 這一輩子再也不要跟他們分享任何行事了 說話的力量真的不在於你說的有多快 你說的有多多 說話的力量在於你究竟說對了什麼 在三年半以前我在六個月的時間之內 失去了我的父親母親跟先生 其實剛好就是在整整四年前的這一天 520的這一天 那是一個大太陽的日子 我們全家出去爬山 回城的時候吃了很多海鮮 晚上他就說他全身發癢 清晨醒來的時候他已經進了急診室 等我到了急診室的時候 醫生說馬上要住院 我不了解吃個海鮮為什麼要住院 但是我們一方面進行檢查 長達一個禮拜的時間 不知道病情的時候 我又接到了一通電話 我的家人打電話告訴我說 父親也進了急診 接下來醫生很快地宣告 父親得了肝癌 生命剩下最多三到六個月 而醫生也接下來發現了先生 是得到最棘手的胰臟癌 必須開腹腔最大的手術 我忙著父親忙著先生 我有一個月沒有回家 但就在這個時候 我接到了天母老家來的電話 告訴我媽媽在早上吃完早餐 休息完之後 回到自己的床上 睡夢中過世了 這個震撼 這個遺憾 這個心情 帶給全家人非常大的影響 我知道我的母親是一個上海小姐 她一輩子最大的心願 就是要漂漂亮亮地離開人世 我相信這個方法 絕對是她期盼了一輩子的 可是對於家人來說 這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遺憾跟傷害 就在這個時候 我的牧師告訴我說 雅琪 絕對不要讓這樣子的遺憾 再一次發生在你們的家人當中 趕快 就是現在 帶你的全家人 趁你父親還清醒的時候 對他做愛的四道 道愛 道謝 道歉 某種程度也是一個在人世間的道別 我的家庭很可愛 我有六個兄弟姐妹 我是老妖 他們一半是佛教徒 一半是基督徒 可是我相信在這個時候 不管你有任何的信仰 愛是我們唯一之間溝通的管道 很清楚那是一個充滿陽光的午後 陽光灑進了父親的病房 父親生命倒數計時 他還意識很清楚 可是完全沒有力氣 坐在輪椅上打著點滴 我們全家人對他訴說愛的語言 六十歲的姊姊告訴她說 爸爸 你一定不會記得 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有一天跟姊姊吵架 我把我所有的功課捏懶地丟在地上 可是你回家的時候 你把他一封一封用熨斗燙拼 謝謝你 謝謝你這樣的愛我 而我呢 則是對我的父親道歉 我說爸 我知道你真的非常的愛我 你從來沒有論斷我 每一次在我新聞工作 有好表現的時候 你都會給我一個紅包 裡面塞了一點點你的祝福 但是後面寫上了滿滿的你對我的愛 可是我永遠都是把那個錢抽出來之後 信封袋就這樣給扔了 一封也沒有留下來 在那個病床上 我爸爸永遠不會想到 可能在我們最小的時候 他對我們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情 卻給我們一輩子永恆的回憶 父親之後 接下來更難的 我姓蔣要說服我全夫家官家 包含八十幾歲的父親 公公婆婆 要對他們五十二歲的兒子做愛的四道 那一天是我們家二十五歲的老大生日 我先帶著老大開口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父子之間 常常他們可以討論國家大事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分享辛勤小事 甚至他們很難開口稱讚對方 在那一天的晚上 兒子總算鼓起勇氣告訴爸爸 爸爸謝謝你 我知道你這一輩子為我做的 所有一切都是為了我好 而從不輕易稱讚兒子的父親 也在這個時候告訴兒子說 你是我一輩子的驕傲 父親在母親離開之後 整整一個月離開了人世 而我的先生是在兒子生日之後的一個禮拜 也去了天家 很多人總是告訴我說 雅琪 你為什麼每天還是這麼樂觀 你為什麼每天都還是有這麼堅強的信心跟毅力 你怎麼辦到的 而我總是告訴他們說 因為我有非常堅定的信仰 我知道有一位永遠愛我的天父 而且我也知道 愛的四道 關鍵的時刻說出來 讓那個絕對不能挽回的人生 從此減少了遺憾 你知道 生老病死就跟春夏秋冬一樣 誰也躲不過 但是我絕對相信 關鍵時刻 關鍵的話語 可以帶來極大的轉變 我也相信 你絕對可以從現在開始 好好的說話 說好的話 道愛 道謝 道歉 絕對可以讓你的生命 從此 有所翻轉 意志力思想有所不同 甚至走出一條全新的道路 我每次想到這一段 我就會去抱住我的孩子 我說謝謝你寶貝 我好開心 我可以做你的媽媽 我也會謝謝我的孩子說 感謝你做我的兒女 而也會在十點鐘那個 非常抓狂的那個暴怒的那個母親 發生的時候 我也會跟我的兒女說 請你原諒 有的時候媽媽的壓力也很大 有的時候我的個性 真的也實在太急了 愛的四道 今天回家 就對你愛的人說 謝謝大家 謝謝